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西安堂 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到三十七节 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 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就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了这话 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 玛利亚 说 夫子来了 叫你 玛利亚听见 就急忙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 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 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去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伏伏在他脚前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 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呢 好 那今天我们的讲题 是生命的价值 武汉的肺炎 我不用再多说了 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当中 生命是最有价值的 我们本来以为 经济是很有价值的 经济的活动可以停 我们本来以为 教育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起的教育可以停 暂停 国家也说 人民的生命 人民的健康 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忽然之间我们才发现 原来有个很基本的东西 叫生命 它是最有价值的 难怪耶稣也说 他说 人若赚到全世界 有什么移除呢 人还能拿什么 换生命呢 不过呢 圣经里面给我们 也有一个更深入的启示 这是关于生命的 更深入 看得更远 并且更清晰 那是什么呢 今天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接触这个武汉的瘟疫 我们要重新看一看 这个生命的价值 首先呢 我们肯定 生命的确是最有价值的 除了神以外 神是最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拥有 我们没有拥有神 神拥有我们 但是我们拥有的东西呢 生命是最有价值的 从刚才那段圣经 我们发现 有病的人必须要医治 刚才我们没有读第三节 第三节那里讲到 姐妹两个人 她打发人去见耶稣 说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那个时候很远 很可能是在加利利 或者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他们在犹大 犹太地 在耶路撒冷的附近 其实很远的 走路也要走 就是几天的 他们竟然打发人 去见耶稣说 你所爱的人病了 那虽然路远 但是她两个姐妹 还是希望耶稣来 她说通知耶稣干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是会医病的 他们以前听过很多次 耶稣医病 所以他们不是要多讲 并且耶稣 因为耶稣与他们是有很好的关系的 所以说你所爱的人病了 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很基本的假设 就是说生命是最宝贵的 所以弟弟病了 马上要请耶稣来 我们从他们两个姊妹的反应 对他弟弟病的反应 就发现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 就是他们都怪耶稣 为什么来得那么晚啊 因为21节 耶稣去了 他的弟弟已经死了 死了四天了 所以马大就对耶稣 耶稣是故意晚一点去的 这个我们看上面的经文 我们这知道 因为耶稣要说 这个病啊 要显出神的荣耀 那么马大就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说 他有点怪耶稣 他不敢讲得很明显 说你看你这个人 为什么来得那么晚啊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啊 他就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必不死 那他们两个姊妹 都是这样看的 所以玛利亚也说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他两姊妹讲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说 他们有点埋怨 但是他们就说 哎呀 人已经死了 你才来 没有用了 你早一点来呢 就能够救他一命 从这里呢 我们也看见 看见生命的价值 就说 耶稣你是会医病的 你能够救他呢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救他的命呢 我小孩子的时候 我常常听过一句话 当我们听见有人死的时候 很多人在那里哭 大家都说 不要哭了 人死不能复生 我从小就听见这句话 换句话讲就是说 人没有死之前呢 我们要尽量去挽救他的生命的 这里有个假设 但他死了就没有办法了 不要再哭了 所以我们发现呢 不但是拉撒路的两个姐姐 其他人也是这样说的 当时有很多犹太人 都很喜欢这个家庭的 那么他们 有人就说了 他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因为耶稣之前 医治过一个 生来就瞎眼的人 那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那么其中一套神迹呢 就叫瘸腿的 能够走路 一个人枯干了一个手 可以又生出来 有人害得热病 又可以恢复 但是呢 最叫人惊人的 就是他能够叫一个瞎子 看见 所以后来他的门徒 也医治了一个 也医治了瞎子 所以当你看见一个瞎子 从来没有看见的时候 现在他就开了眼睛了 很惊讶 就是说 耶稣能医治一切的病 连瞎子的眼睛 他就可以医治 他一定可以医治 这个拉萨路的病 我们不知道 拉萨路他患了是什么病 就是说 问题就是时间的问题 问题就是 你尽快地来 趁他没有死之前 你就来医治他 是不是 可见呢 他们是人也看到生命的宝贵 所以他说 岂不能叫人不死吗 他们没想到 耶稣可以叫人家复活 他们只想到 耶稣能就挽救一个 还没有死的人的生命 可见 他们也认为 生命是很有价值的 好了 那么生命有价值 是否那么多呢 还不是 那我们现在要面对 这个死亡的问题了 我首先问大家 死 是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啊 因为我在香港 一个村子里面长大的 可能你们会奇怪 香港又有村子吗 有的 香港就有的 里面有两千人左右 那么每一个门 每家的门都是打开的 我们个个都可以 小孩子都可以 跑进跑出来了 所以从小跟小孩子玩在一起 因为现在 后来这个村子 就是人都搬走了 而且又拆了 现在没有了 但是因为发明了电脑 发明了网络 所以我们村子人 又透过网络联络起来 还聚餐 一年有一次的聚餐 当然我没有办法赶上他们的聚餐了 但是你看 跟我从小孩子的时候 一块长大的 我现在已经75岁了 一定有人死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偶然会听到 哎呀 有一个人死了 大家说 哎呀 很可惜啊 我从小跟他玩啊 他这个人很好啊 最近这几天 又听到又一个朋友 又离开世界了 但是在我们当中 有一个人 他是很有学位的 他有两个博士学位 他一个是建筑的博士学位 另外一个是什么博士学位呢 你可能想象不到 中医的博士学位 西方的建筑学 中医的博士学位 还有呢 他会弹琴 他弹那个是什么呢 叫古琴 不是洋琴 不是其他的琴 是很少在音乐会里面看到 是古琴 他自己会做这个古琴的 他用好几天自己有个工厂 小小的工厂 他自己造的 用一个木头来造 他家里做了很多 是很有修养的人 当他听到 我们当中有人死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为他很伤心 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不需要伤心 死是很自然的 我想问大家 死是不是自然的 听起来好像是 但是我必须要问一个问题 假如是自然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伤心呢 当然我知道 我主持过很多次的商礼 有的时候呢 有一家人 那个爸爸已经 差不多一百岁了 死的时候 没有人哭 没有人伤心 我去探访他的家庭 我也知道 不一定是 有人死一定会伤心的 多半死 但是他家里的人 都希望他早一点死 其实我看到出来 有的时候我们做牧师呢 就没有搞清楚 哎呀 不断地安慰 哎呀不要伤心 其他人家没有伤心 不一定伤心 伤理的人不一定伤心的 昨天我们举行一次婚礼 婚礼也不一定高兴的 我告诉大家 当然一般是高兴的 好 那个不讲了 但是一般的人 特别是这个拉撒路 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死了 很多人都很伤心 那我们要问 假如死亡真是那么自然 为什么全世界 一般有人死的时候 都会很多人伤心呢 所以这里说第十九节 好些犹太人 很多犹太人 看见马大马利亚 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 他们来安慰他们 因为他们很伤心 三十一节 那些同马利亚在家里 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出去 因为这个马利亚起来出去 要去看耶稣 他们就啪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里去哭 他们就 哎呀 他的弟弟死的那天 他已经哭得很厉害了 现在第四节又要去哭 他们就不要让他太伤心 他们就跟着这个马利亚 那 好了 所以呢 你发现 有人死的时候 往往就有人哭的 假如死 真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会有人哭呢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33到36节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人 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顺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 那上面讲的耶稣心里忧愁呢 就很可能是因为他们 以为死了就死了 他们不知道耶稣 是有能力 使这个拉撒路复活的 但是你看下去很奇怪 34节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 他们便说 请主来看 那耶稣就看了 然后呢35节说 耶稣哭了 你们很多人知道 这节圣经是全本圣经 最短的一节 中文只有四个字 是不是 英文只有两个字 耶稣哭了 那为什么耶稣会哭呢 假如耶稣知道 我会叫他复活 为什么耶稣要哭呢 但是36节 有一个解释 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 约翰他写这个圣经 他没有说这事情搞错了 他们看见耶稣是爱这个人 并且在上面那一节 说请主来看 就是耶稣一看拉撒路 他就哭了 我本来也不知道 为什么耶稣要哭 我知道很多讲道的人 有很多的看法 我也知道 但是我个人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有两个经验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两岁 他几年前 66岁 他就过世了 那我一接到电话 他在美国 我妹妹把电话告诉我 我就哭了 然后我以后只在没有哭 但是我哥哥临死之前 他留下一个话 给我的二嫂 他说我要我弟弟 尾光来替我祖师商务 所以呢 我就去了美国 替他补师 我一直去的时候 我都没有哭 但是我到了这个病遗馆那里 我一看见那个棺材 一看见我哥哥我就哭了 因为我跟我哥哥是很有感情的 他后来 差不多可以说是我带他信主的 我还有 我四个兄弟姊妹 我是排第三的 我这个二哥那时候离开了 我大哥三年前也离开了 我弟弟有一个妻子 这是我的弟妹 我的弟妹是个洋人 他是个匈牙利人 我在澳洲那么久了 我才发现南欧的人 好像意大利啊 西纳还有东欧的人 乌克兰啊 俄罗斯啊 匈牙利啊 波兰的这些人啊 很重视家庭的 他们的家人常常来往的 常常一起吃饭的 跟中国人很像的 跟西方的西人是不一样的 跟英国 美国 德国 法国是不一样的 我这个弟妹就骂我 他很多时候 他在布里斯班 你怎么从来都不打一个电话 要不过来 我是你的家人嘛 我没有想到 我有一个洋人 不是那么重视家庭 他不是 他很重视家庭 他在好几次 他跟我弟弟坐飞机到香港 去看我大哥 我大哥他们有一个孙子 我都还没有去看 他就坐飞机 就去看我大哥的孙子 我大哥过世的那一次 我回香港去 我们在殡仪馆里面 终于我的弟妹 跟我弟弟也赶到了 我弟妹一看见我大哥 躺在那里 他就哭了 我这旁边看 我说我们几兄弟都没有哭 你跟我大哥 有那么深的感情吗 原来他不是假的 他一看见我大哥就哭了 我大哥的英语并不好 跟他没有什么两句的 我发现当你看见一个人死在那里的时候 你假如对他有感情的时候 你会哭的 所以我认为圣经35节这句话是对的 耶稣为什么哭呢 36节就是 他爱这人是何种的盆弃 所以耶稣也是 他虽然知道他会叫拉撒路复活 但是他所爱的拉撒路 他现在看见他死在那里 耶稣还是哭的 好 换句话讲 我们肯定的会说 假如死是那么自然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哭 这个哭的证明呢 死是不自然的 自然的事情都是好东西 我们都说大自然是很美的 很好的 是不是 我们都说自然的食品是最好的 不要吃不自然的东西 自然的东西是最好的 太阳出来的 你会不会说 哎呀 吓死我了 太阳出来了 你不会的 因为很自然 他要下山的 哎呀 多恐怖啊 黑了 下太阳下山 你不会的 因为是很自然的 那为什么一个人死了 我们就说他是很自然的呢 所以我认为死是不自然的 根据圣经 死是不自然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问题 这病到底是什么 按照圣经的启示 虽然圣经没有讲得很直接 但是病是死的先兆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 每一个病都会叫我们死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要害怕 但是总体来说 病是死的先兆 病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病 为什么有些人病了就会死呢 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 姊妹两个就打发了人去见耶稣 主啊 耶稣爱点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耶稣这句话的含地说 有些病会至于死 这个病不至于死 对不对 这个病不至于死 当然耶稣的意思是说 他会复活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而且为了神的儿子得荣耀 就是神跟耶稣都得有量 耶稣这个病不至于死 有一次 耶稣在会堂里边 有一个人枯干了一个手 那些法利三人就在那里看 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 耶稣怎么说呢 你们说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可不可以 耶稣救命害命 行善行恶 你说这个人没有生命的危险 他只是枯干了一个手 但是耶稣把他的手 因为他的手这个病 这个医治跟这个救命连在一起 换句话讲 一个病 虽然不一定每一个病都导致死 但是病整体来说 是死的先兆 因为本来人是不会病的 神创造人的神是不会病的 并且我们再肯定一点 死为什么不自然呢 因为他是个不术之客 罗马书第五章怎么说呢 救罪是从一个人误了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神创造的时候 本来是没有罪这回事的 但是他透过一个人 亚当 误了世界 这个罪也是个不术之客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 死就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就是说本来这个世界没有罪的 这个罪是个不术之客 他来了 他把另外一个不术之客也带来 就是死 换句话讲 死是不自然的 他本来不在的 你假如今天晚上回家睡觉 你有你的家人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在客厅里多了一个人 你不认识的 坐在哪里 他是个不术之客 你会吓得一跳 你怎么来的 你是谁 那个就是死 死是个不术之客 因为死是个不术之客 所以死亡是不自然的 并不因为我们天天看 整天看着死 每一个人都会死 并不因为它发生了太多 就把它变成是自然的 它本来是不自然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死亡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生命本身是非常非常可贵的 因为它会被死亡夺去 我们再看圣经有进一步的 启示关于这个生命 真的生命呢 其实是永生的生命 短短几十年的生命 还不算真正的生命 所以圣经讲到 信耶稣呢 你不会死到永远 刚才有一段圣经很有意思 二十三节 耶稣说 你兄弟必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马大的信仰 很对 很正确 他知道 他弟弟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 他知道 这个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不复活 耶稣在这里肯定 马大所说的话 信他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但是二十六节 那一句的很精彩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这个永远不死 这四个字 就我们很难 很难解释了 怎么会永远不死啊 我们也会死啊 不过死了之后会复活而已啊 所以呢 有的时候解释圣经啊 需要用原文去解经的 就是原来的文字 就是希腊文 希腊文怎么说呢 就是我上面所说的 不死到永远 你看英文圣经也看不出来的 只要用最古的一本 英文圣经 会说will not die unto eternity 英文圣经现在已经不用这个unto 我们有into unto就是U-N-T-O unto就是至到去到 那个意思 今天已经不用了 就是古事 换句话讲 圣经的原文说 必不死到永远 就是说我们也会死 它说死一回而已 死了之后会复活 不会死到永远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真正的生命 是个永生的生命 我们不会死到永远的 耶稣来呢 就是叫人得生命 得永生 因为约翰福音十章 那里说 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 你说我们已经有生命啊 当然 假如我们已经有人生命 耶稣为什么还要来 叫我们得生命呢 可见耶稣来 是要叫我们得永生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反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真正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好 那么这个是 耶稣来了 耶稣来的就是要我们得永生 还有呢 耶稣来了 耶稣能够使人复活 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那么耶稣是要来 使死人复活 将来我们信耶稣 我们都会在末日那里复活 不过那些人也知道 马大马利亚 特别是马大马利亚 知道末日会复活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点 耶稣可以提前 叫一个人复活 当然我们各个 大概我们 应该不会经历一次的 在这辈子死了 三天之后 四天之后复活 大概不会了 到底有没有人 今天还有没有人 好像拉松路那样子 死了之后四天复活呢 我们看下去 说了之后 就大声呼叫说 拉松路出来 就是耶稣到了坟墓那里去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叫他走 拉松路复活了 那我们都知道 拉松路复活了之后 他后来会不会死啊 也会的 后来也死了 是不是 不过拉松路将来也会复活的 换句话讲 耶稣能够叫人提前复活 今天有没有人提前复活呢 也不是没有 可能你们也听过 我也听过好几次 有一个人在家里修理他的电器 一下不小心被这个电死了 电死了之后呢 大家都说他死了 医生也证明他死了 后来他又回过来了 他回来之后 他对大家说说 我看见我自己啊 飘到上面去 我往下面一看 我怎么死得那么难看呢 全身都黑了 他是个基督徒 现在还有 但是这种情况还是不多 但是有一样肯定的 就是我们都得到永生 在末日的时候 我们都要复活 虽然耶稣有权柄 提前叫一个人复活 好了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讲生命 生命的价值啊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世界上有很多种文化 有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也分美国文化 澳洲文化 英国 德国 法国文化 等等的也是不同的 还有世界上的文化 也分也分也有日本文化 印度文化 非洲的文化 南美洲的文化等等 海岛的是人的文化 那么各宗教也有他们的文化 所以有伊斯兰文化 有基督教文化 有佛教的文化等等 表面看起来 世界上有很多种的文化 但是假如我们详细地看 我们从生命的角度去看 分析的文化 你会发现分出两种 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是死亡文化 一种是生命文化 这个太重要了 这个太重要了 死亡文化从哪里来的 死亡文化是来自 魔鬼撒旦 耶稣对这个魔鬼撒旦 他的本质 有一句话 约翰非尼八章 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的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他说魔鬼从起初 这个起初并不是说 还没有创造世界万物 还没有创造一切的东西之前 他的起初的意思就是说 从他骄傲 要背叛的时候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换句话讲 魔鬼他最后的动机呢 是要杀人 是要我们的命 他的手段呢 就是欺骗 他说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 你看 这个魔鬼啊 他起初是杀人的 他本来是说谎的 换句话讲 他的动机 最后的动机 是要我们的命 他的 他的手段呢 就是撒谎的 今天在中国 有很多富有的 做生意的人 原来很多就是做生意的人 有一位 不知道是什么教的 我不方便说 把那个宗教的名字 说出来的 作为他们的法师 他没有做一桩生意的之前呢 他问这个法师 这桩生意请你帮我算一算 可不可以做啊 这个法师很零的嘛 可以 你是赚到钱了 不可以 那就不要做了 免得你赔本 很多人就这样子 好不好呢 你说好不好呢 有那么一个人做你的法师 做生意 一定赚钱 好不好呢 我告诉你 这个法师为什么会那么零呢 因为背后有魔鬼 前几年我们认识一家人 从广东来 哇 很有钱 我们先认识他太太 带了三个儿女 在这里读小学 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那么 他对圣经很感兴趣 我们就跟他查经 有一次他丈夫来了 我们就教会了十几个弟兄姊妹 去看他丈夫 向他传福音 想不到我们去的呢 这个男人呢 向我们讲话 他一个人在这里向我 我以前呢 我家里是很平凡的 我在那里想 我是不是以后一辈子 也过这种 那么普通的生活啊 不 我要做生意 我要发财 他就要去做生意了 他发财了 他说 我有一位法师 我每做一桩生意之前 一定请问他的 他很灵 所以他现在 他不用开车了 在中国 他有司机的 没有钱 他在那里 告诉我们 你看 你们这些 太平凡了 你们甘心 过这种平凡的生活 那我就不同了 但是怎么样呢 过了几年 他死了 他太太 跟几个儿女 要回国了 这个就是 魔鬼撒旦的作为 他用的手段 是撒谎的 他骗你 给你一些好处 最后他要你的命的 那我们想过 要不要这种法师呢 所以这是一种 死亡的文化 一切的宗教 假如是鼓吹 这种死亡的文化 你要小心 它是来自魔鬼撒旦的 神给我们的文化 是一种生命的文化 创世纪第一章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我们要懂得 原文不是说 造一批男一批女 他造一男一女 不是一男多女 圣经耶稣也说 神本来就造一男一女 所以神没有允许我们离婚 神也没有允许我们 一夫多妻 是一男一女 假如弟兄姊妹 你们已经离了婚了 我们就不去再追究了 因为这个是 错了已经错了 我们在自己有错了 自己在神面前悔改 就行了 好 他说 二十八结婚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就说 神把两个人 让他们结婚 赐什么福给他们呢 生养是一种赐 是一种福气 就是神给的人 有繁殖的能力 当然给动物 也有这种能力 神是个赐生命 繁殖生命的 那么一位神 好了 这个是生命文化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 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不光是得永生 并且得得丰富的生命 让你有喜乐的生命 有信心的生命 健康的生命 有道德的生命 那种的生命 安定的生命 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的生命 所以诗篇三十六篇第九章 节怎么说呢 因为在你哪里有生命的源头 就是神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祂是赐生命的神 祂给我们的文化 是一种生命的文化 约福音十四章 耶稣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耶稣就是生命 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 神给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的文化 是一种生命的文化 好了 所以 我们可以在这里这样说 一切促进生命的 我们都支持 所以婚姻我们是支持 当然我们也肯定 圣经没有勉强每一个人结婚 保罗说他不结婚 为了福音的缘故 就是 我们支持婚姻 生孩子 我们支持 生命的健康 健康的生命 我们支持 平等的生命 我们支持 男女平等 阶级 平等 自由的生命 我们支持 和谐的生命 我们支持 因为这是一种生命的文化 一切毁灭 消灭生命的 我们都要反对 所以基督教是反对堕胎的 假如你以为堕胎 是可以的 你没错 一个胎儿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还是个小孩子 你想要在 没有生出来的 一天之前 把他动手术拿出来 他还是个生命 十天之前拿出来 还是个生命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之前 把他拿出来 还是个生命 很早 他就是个生命 各位弟兄姊妹 假如你以前犯过这个罪 你自己在神面前悔改 你不要以为 那是合法的 你不要以为 那是合乎圣经的 合乎神的 神的律法的 不合乎的 因为圣经带来的 是个生命的文化 同性恋的婚姻 我们是反对的 因为它是个死亡的文化 它不是个生命的文化 酗酒淫乱 都是死亡的文化 吸毒等等 撒谎 都是死亡的文化 我等一下 我再发挥一下 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他叫康德 他有一句话 非常的厉害 叫绝对指令 或者说绝对命令 这是什么意思呢 英文叫 categorical imperative 什么叫 categorical imperative 这说 康德说 就是在任何的时候 任何的年代 全世界的人 都 假如这样做 是好的 那就是好的 假如在任何的时候 任何的地区 全世界的人 都做这个事情 带来不好的结果 那就是不好 好 我举几个例子 假如今天 全世界的人都撒谎 你说好不好 肯定是不好 因为它是个死亡的文化 全世界的人都撒谎 医生也撒谎 造药的人也撒谎 满街都是假药 是不是会死很多人啊 那是死亡的文化 全世界的人都吸毒 好不好 你说不要紧啊 很多人都吸毒啊 很多人都撒谎啊 很多人撒谎 你就不要撒谎 因为那是都死亡的文化 全世界的人吸毒不好 因为那是都死亡的文化 很多人会死 那么全世界的人都 都诚实 你说好不好 绝对好 政府也诚实 医生也诚实 什么个个人都诚实 全世界的人都诚实 那你真是好啊 那你就要诚实了 因为全世界的人 在任何的年代都诚实 他就很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 全世界的很多男人这样说的 今天是吧 各个男人都嫖了 我也听过一个男人叫做 各个男人都嫖了 假如全世界的人 男人都会嫖 你说好还是不好 肯定是不好了 因为假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嫖 都需要大量的妓女了 是不是 请问这些妓女会不会快乐 请问这些妓女的父母会不会快乐 请问这些妓女跟她们的父母的关系会不会好 肯定是不好 所以那也是毁灭生命的 很多妓女都自杀了 因为他们吸毒 被控制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 你就不要说 各个男人是这样子 所以我也去做了 不 假如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嫖 全世界的男人 结了婚的 都把他的性能力 集中在他太太一个人身上 你说好不好 当然好 当然好 当他把他的性能力 完全集中在他一个人 就在他太太的身上的时候 他的全部的精神 就会放在家里 他的家是会很幸福的 这个绝对命令 绝对指令 很有意思 再讲一个 同性恋 同性恋不要紧啊 不光是说同性恋是逆性的 怎么样 用这个绝对指令来去判断一下 假如全世界的男人 全世界的男女都是同性恋 你说好不好 那是毁灭生命的 还是促进生命的 世界就没有人了 你说 哎呀不是啊 我们可以人工受孕啊 他是看到怎么说 在任何的年代啊 在一两百年前 没有人工受孕的 人类早就没有了 是不是啊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 同性恋是一种死亡的文化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在墨尔本 他不是基督徒 我希望他现在已经变成了基督徒了 他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我研究过很多宗教 他说我还没有决定 假如有一天 我一定要选择在各宗教里面 选择一个宗教做我的信仰 我会选择基督教 我说为什么呢 他拿佛教 这是他说的啊 他拿佛教来举例 假如全世界的人 他用这个康德 绝对举例 假如全世界的人都变成 很好的佛教徒 这个世界很快就没有人了 因为各个都去做和尚 做尼姑了 他说假如全世界的人 都变成很好的基督徒 那就不同哦 那这个世界会变得很美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康德这个哲学家 这个绝对是另外一位 很有意思 很深刻 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死亡文化 生命文化 来去观看世界上 所有的思想 宗教 行为 我们发现 它到底是个死亡文化 还是个生命文化 有一些思想 有一些主义 它带来的是仇恨 它要消灭另一个阶级的 它是个死亡文化 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说赦免 原谅的 我们是促进生命的 各位弟兄姊妹 换句话讲 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神给我们的是一种生命的文化 我们不要去战争那些 鼓吹死亡 鼓吹灭亡的那些文化 因为那些都是来自魔鬼撒难的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的儿子耶稣来 要叫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他来了 就要凡相信他的人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今天我们在这里 很可能每一个人都相信了你了 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了 我们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是不断地促进 这种生命的文化 以致叫别人在我们身上 可以看到生命的力量 可以看到你 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 又真又活的神 主啊 真是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检讨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是正在做一些 出尽死亡的文化的东西呢 还是正在做一些 出尽生命的东西呢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不断地出尽生命 并且把你的永生的福音 能够传扬出去 影响我们周边的人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 这个永 永远的生命 以致他们不会 他们也会 不死到永远 反得永生 我们的感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加坡 谢谢观看